森海赛MOMENTUM系列中国区代言人 杨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阳 很高兴能够来到森海赛尔的分享会的活动现场跟大家见面 哎呀 好久不见啊 你怎么又变帅了 天哪 好了 最近呢 真的 今年其实对杨阳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一年 有很多的好戏跟大家见面 像《解释天下》还有那个《特战荣耀》啊 尤其是《特战荣耀》里面的燕破月啊 是一个 起初是一个那种愣头青的这个新兵蛋子 后来经过不断的打磨 然后不断的成长变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兵王 在整个成长的路上呢 让我们展现出了杨阳的自信强大和专注的样子 就像我们森海赛尔一样 自成立77年的漫长岁月里 一直专注于音频领域 依靠技术与科学的专业驱动 以开放和专注的姿态 又以用户打造独特的声音体验 其实说到这个演员啊 很多朋友特别关心 也特别好奇 就是演员的这个剧组的生活啊 是特别有趣的 还是特别无聊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有趣的生活吗 嗯 其实在剧组更多的工作啊 这种状态是比较紧张和严肃的 嗯 然后呢拍戏的话就协作性也比较强 也有时候要和剧组的各位演员 还有工作人员 大家一起合作 然后一起就是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品吧 嗯 那当然其实大家相熟起来也是比较愉快的 然后我们在现场对戏啊 包括研读剧本等等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是属于累 但是又很开心的一个状态 就是透明快乐的啊 就很多人不知道以为在现场就是 呃 大家这个嬉笑怒骂中间 好像就特别轻松 但是其实创作过程是有点艰苦的 是的 对吧 呃 其实这一年当中 杨阳一直是特别的忙 然后所以大家也特别关注 接下来和以及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呃 其实我最近刚杀清了一部 消防题材的一部戏 嗯 然后呢 现在正在拍摄一部电影 然后最近可能处于一个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吧 也希望过的时间可以稍微的修整一下 给自己放松一下 然后重重点 重重点 是是是 那个我去探过班 我是吧 其实这个消防题材的这个戏 拍了四个多月吧 嗯 五个月 五个月 哇 天哪 真的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非常的辛苦 当然其实呃 说是不断储备 不断的充电 就是希望能够让每一个角色 都有不同的形象和感觉 呈现给大家 这也像是我个人和很多喜欢森海赛尔的用户一样 喜欢这个品牌的听见不同的品牌理念 呃 能够陪伴着我的话 能够让我在呃 音乐的这种陪伴下能呃 放松心态 然后进入到一个比较专注的一个状态 嗯 就会好很多 对有时候在现场就是呃 大家在布光啊在走戏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要进入到一个情境当中 进到一个角色需要一个自我空间有一段时间 让自己平静下来 要稳下来 哎 特别是有时候要拍一些情绪的戏 嗯嗯 然后在情绪戏的时候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接触 那我可能会选择说我戴上耳机 然后听一些呃那种伤感一些的音乐啊 让你进入到那个状态嗯嗯嗯 带动我的情绪去拍一些哭戏啊等等 嗯嗯 所以一副好的耳机特别重要 很重要啊 随时让我们跟外界隔绝对不对 嗯嗯 好这样今天呢我们整个总共有两款耳机啊 那个我们先试一下我们的三代好不好 嗯 好我先试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款耳机哦特别的好看 而且特别轻巧 是的 来 杨阳给大家戴上一下 嗯 这个呢就是我们MOMOTAN的三代 三无线耳机 三无线耳机 对你看戴上了之后就特别的贴耳啊 特别贴耳整个在耳头的感觉非常的舒适 呃我刚才有看到 他耳朵耳朵也非常的柔软啊 这个设计感很强 给人这种大气和现代的感觉 呃是不是在片场和生活当中你会选择不同的耳机型号 呃我觉得首先就是选耳机的话 它音质很重要 嗯 然后MOMOTAN系列的耳机音质在我看了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啊高低音的这种表现啊 还有就是在这种舒适和耳机的佩戴中 我觉得也长时间也不会很累 嗯 而且尤其你知道你现在就是脸型好的男生啊 真脸型好 但是特别帅给大家看一下侧面啊 特别像一个这个耳畔的这种装饰品 你知道吗 特别时尚 而且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就是这款MOMENTUM真无限三代耳机呢 非常的轻巧 别看它整个这个机身特别小 但是音质却秉承了森海塞尔一贯的高标准 这款耳机呢集成了森海塞尔的True Response的技术 7毫米的动圈驱动单元 能够带来卓越的高保真音质 具有深层的低音 自然的中音以及清晰且细节丰富的高音 同时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是由你来做主的 那杨阳作为代言人呢 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 森海塞尔MOMENTUM系列耳机的印象吗 我觉得首先是音质 然后MOMENTUM系列的耳机呢 在音质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高低音的这种表现也是很好的 然后就是它的舒适性 耳机戴起来不累 那才能够长时间使用嘛 然后它的这种耳电也是非常的柔软 还有就是我觉得是设计感吧 我很喜欢就是简约的这种设计的产品 然后给人一种比较大气和现代的感觉 对就是首先你戴着得舒服 不会耳朵不难受 然后不能说戴在里边感觉像是一个 塞了一个东西 对会影响整个人的状态对不对 那在工作中和片场当中 你会选择不同型号的产品吗 如果是进剧组的话 我的B版耳机是MOMENTUM 3的这个真无线耳机 然后其实是因为它比较小巧 然后也是方便携带嘛 那假期的话我会选择就是MOMENTUM 4的这个系列 然后各方面的表现也是比较好吧 尤其是降噪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适合这种阻隔这种旅行时 交通产生这种噪音啊等等 确实是如张所说 我们的MOMENTUM真无线三代耳机 非常的轻巧便携 别看它的身材比较小 但是音质却变成了SUNHIGHSAR一贯的高标准 这款耳机呢集成了SUNHIGHSAR的 True Response的技术 7毫米的动圈驱动单元能够带来卓越的高保证的音质 具有这种深沉的低音 自然的中音 以及非常清晰细腻丰富的高音 其实呢同时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声音 由你来做出 如果外面的声音比较嘈杂比较大的时候 它就会把外面的那些声音给隔掉 它直接对抗它呢 搞定了 然后如果它声音像现在我们比较近的时候 它会调整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它突然好像外面什么都听不见了 所以非常的厉害 这个功能就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贴心 特别神奇 而且你知道吗 然后你肯定了解到 就是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很强 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续航能力有多少个小时 充一次电 可以续航28个小时 28个小时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开工你知道 就是可能十几个小时工作吧 可能甚至二一个小时 然后回家之后忘记充电了 第二天可能你出工的时候上班或者在路上 就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 直接可以带上 一共有28个小时 轻松可以搞定 好不好 而且这个耳机总共配了6个高级的降噪话筒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嘈杂 广场上 地铁上 然后包括这个可能一些商场里面 对吧 就是可能正好有一个商务会谈 或者要跟别人说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如果特别嘈杂就很吵 就不方便 就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但是如果这个耳机戴上之后 就会让你直接 因为它可以排除其他的嘈杂音 直接让你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就很方便去交流 保证这个通话的质量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非常厉害的 这个耳机采用了IPX级防水防汗的功能 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毛毛雨啊 或者出一点汗啊 大家不用担心啊 随时可以 随时可以搞定它 它的功能很强大 然后这款耳机呢 是我其实在生活中啊 我是常戴的一款耳机 因为比如说我在坐飞机的时候 因为飞机的时候就起飞之后 它的那个 会有耳鸣 对耳鸣还有噪音也会很大 然后我戴上耳机之后 我就会它会把那个外面的那个 它降噪嘛 然后旁边的声音全都割掉 其实你没听音乐 我就像在一个自己的空间里边 对 我可以就是在那儿休息听音乐 然后就是 在飞机上小咪一会儿睡一会儿 对 突然想到 如果有一时候 你跟别人在一会儿聚会 不想骗人听别人讲话 也可以 也可以 我是一个很注重礼貌的人 也可以带上 这个降噪功能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款 我们他们真无线三代耳机 体积非常的小巧的轻盈 像一个非常精致的耳畔装饰 总共有三个颜色 我们有白色 黑色 和这个石墨灰 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 休闲还是这样的 商务都能够完美的搭配 而且我还听说 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模式 是叫当耳 它有一种单耳使用的一个模式 单耳使用 说到单耳使用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 让我们跟外界不要完全隔绝 所以它有一个很厉害的 透明聆听模式 透明聆听模式是怎么用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清除一下左耳耳塞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了 现实的生活当中 就可以随时听到大家每一个声音 然后这个时候 假如我们的谈话交流结束了 工作完成了 然后又回到 可以回到音乐的世界 我们就再清除一下 再碰一下 非常的方便 只要一键触摸 这样 清点一下 清点一下 而且它这个设置是很人性化的 就是有些 因为小伙伴是 是用习惯用左手 就可以设置在左边 就不用飞到这边 也可以设置在右耳 所以两边你都可以设置 只要清楚一下 就可以回到 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 聆听的透明聆听模式 杨阳在代言的 Momentum系列当中的 还有一款很厉害的 就是Momentum 4无线耳机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 这款 来 这款 这款耳机 跟大家讲 这款耳机能够给大家带来 这个Sennheiser标志性的声音 轻松聆听卓越的音质 以高保真为灵感的 42毫米的驱动单元系统 能够提供出色的声音效果 可以实现6赫兹的低频下潜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我们人耳大概听到的就是20赫兹到2万赫兹 这个6赫兹相当于我们可以听到大象之间交流发出的声波 这个其实我们人耳是听不到的 但是如果我们戴上Momentum 4无线耳机的时候 让你的爱曲就可以换发 更具生命力 更有更多的灵感可以带给你 可以听到很多其他我们在生活当中听不到的一些细节 是的 那这个Momentum 4无线耳机设计得非常轻巧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耳垫 真的 我真的太柔软 好舒服 特别柔软 特别舒服 我平常其实自己很少戴这种耳机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 就是戴久了会头痛 就会觉得有压迫感 但是你看它这个整个的质地非常的柔软 还有上面这个头垫 头垫也很软 它整个这个伸缩 伸缩的这个摩擦 你看整个基本上听不见这摩擦的声音 戴上哇就觉得我看看这摩擦了 没有 轻松调节 就好舒服 而且这个这个向噪也很也很 我现在感觉自己已经到另外一个空间 听到我说话吗 哈哈哈哈没那么夸张 还是可以听到的啊 而且这个耳机啊 非常的贴合这个头型 是的 好来杨要不要咱俩来走一个 走我走一个 走一个啊 来来一二一 好 其实其实你看 这款耳机有黑白两色可以选择 嗯 对对对 而且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就是需求啊 自由的选择 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时尚的一个完成度的一个点睛之笔吧 对 今天这套装造可能不太适合就是这种 但是可能平常那种帽衫啊 T恤啊 然后 美洋系 对 对对对 印度 放在平时放在这儿 然后想听音乐的时候戴上 对也是一个时尚的一个小小单品 是时尚单品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 我虽然它这个非常容易 但有时候戴久了也都会有一些 你要戴三四个小时以后肯定还多少会有一些 这个会会耳朵会有一些压迫感 但是没关系 可能你直接挂到这儿 其实它里面的声音也可以传到耳朵里面 非常的这个简单 非常的放松 对不对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个Momentum 4的无线耳机呢 还有一个智能触控的手势啊 这个呃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降噪的强度 一个是是透明的聆听强度 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轻触两 我们戴上之后 其实已经到了那个降噪强度了 降噪强度的模式 然后我们就轻点右侧的这两两下 这个屏幕这边两下 当当点两下 我们就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啊 就可以听到我们现场发生的每一个声音 别人说的话 但是我们再轻触两下 就回到了降噪强度啊 就回到了一个音乐里面 而且你知道吗 它特别有趣的是 就这儿 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听到外面的声音呢 你就把它放大 放大 它降噪就会降低 外面的声音就会强烈 如果你觉得外面的声音啊 太太吵了 我们的自动调节不够 你就把它这样缩小 其实就其实挺人性化 就是我想听到的声音 我就把耳朵张大 不想听到的声音 就把 缩小 把耳朵缩小 非常的有趣啊 当然这款它自带就是自适应降噪的功能 非常的实用啊 而且它的续航时间 60个小时 老六 我天哪 60 60个小时 就是你 你这个三天三夜吧 你直接随时可以听 知道吗 而且充电两个小时就可以充满啊 平常如果没有时间 就是可能我们在外面工作 就拿那个一些简易的充电器或充电宝去充电 而且充五分钟就可以播放四个小时的音乐 五分钟就四个小时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 我没有充电啊 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实用 好不好 相信很多的朋友对我们的耳机已经心动了 刚才介绍的这类伙产品的 今天我们的活动当中会送给大家 有一点点要辛苦大家 一定要关注我们森海塞尔天猫官方旗舰店 记住啊 要分享 分享我们的活动链接 就有机会获得由羊羊亲笔签名的耳机一副 这个两个型号啊 一个是萌萌他们真无线三代耳机和萌萌他们四无线耳机两款 我们这个以盲盒的方式发给大家啊 是的 待会呢 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呢 羊羊就可以给大家亲笔签名啊 一共有舞台舞台送给大家好不好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哎呀 我们放松一下啊 稍微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这个游戏呢 要考验你的这个听力了啊 这个是叫耳听为实 好吧 通过三段音频来判断音频里面是什么样的声音 呃 我们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处理 当然不可以让你那么简单的听出来 好不好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来去打出来 大家听到的声音是什么 我会提前把这个答案给大家看到 看看羊羊是不是跟大家猜的一样 会很难吗 万一猜错了 我跟你讲 耳机我就自己没收一户 好不好 来来来来 那我戴上耳机 好好戴上耳机 嗯 差点给他看到啊 来 戴上耳机 我 我们工作人员配合一下 我播放的时候 就跟杨阳一起播放啊 倒是这些机器给公屏看 好 大家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啊 可以一起来 混淆一下杨阳的视听 他会不会猜对呢 五四三二一 好 现在切换成我们的透明模式了 很通透 对很通透啊 那个来吧 是什么声音 我听到我觉得像是 小的那种珠子的碰撞的这种声音 小的珠子的碰撞的这种 碰撞的摩擦声 对 在里边翻滚 翻滚翻滚 OK 其实这个答案几乎几乎是正确的啊 它不是一个珠子 但是基本也是珠子 基本也算是一个黄豆 黄 黄豆 对 或黄豆这种碰撞的声音 还可以啊 听得出来啊 听得出来 很清楚 对 其实是有一点海浪的那个 有点模仿海浪的那种感觉 大海的声音 对 但是确实一个好的耳机 可以给我们传递出特别精准的一种传递 传递出精准的声音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我们来听第二个 或是什么呢 来请切换成 切换成那个降噪模式 好嘞 来咯 前面我们告诉大家 来猜猜这是什么声音 这个有点难哦 好三二一 好欢迎回到现实声 欢迎回来 刚才出去了一会儿 好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样的声音 感觉像是有风在那吹 然后风吹到那种类似于像 有点仙侠片的感觉 电闪雷鸣 对风吹到那种什么铁铁的一些东西的碰撞声吧 好的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团看看啊这个有没有铁皮的声音啊来来没错 就是这个铁皮的声音 哦 完全有铁皮 对对对对对 其实他这个声效有点像我们在拍戏的时候然后做的那种雷公电魔他们来了对不对 那种电闪雷鸣的感觉对不对 这个声效做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很厉害啊 因为有的时候会会会有的会会混淆我们的视听 因为它是一种被我们处理过的单声音啊 不是整个在一个呃呃 会让你整能够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的声音 所以非常棒好不好 来两道题都对了 我们来看看第三道 如果对的话我们就把五福尔基都送给大家啊 来看看第三题来切回到我们的降噪模式 来请杨阳切回到降噪模式啊 好 开始 哇 这个这个好难啊 这个太难了 这个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一 来 Come on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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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材质来了吗 这个声 这个这个超难我跟你说 这个前两个都是小赤牛刀 这个超难 对 这答案我要犹豫一点了 然后 哼 你猜不中我跟你说耳机我拿走一个 像是给那个那种像给一些玩具上发条的声儿 但是呢就是你听到的话就感觉质感又不是那么的像 我觉得可能是那种就是 哈哈 踩不出来了 踩不出来啊 这个这个耳机送给我了啊 这个耳机给我送一个啊 这个比较靠近自行车就是 骑自行车的时候嘛 然后 然后 东西卡住车轮的这种就是这种这种事儿 像吗 搞什么 我看一眼 这不 这个 完蛋了 完了 答案 答案一模一样 就是 没错 杨阳猜对了啊 天哪 掌声鼓励一下 好棒啊 对 就是这个自行车被卡住 其实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么玩 特别喜欢这样去卡它 听它里面的声音 我觉得真的 你看啊 这个我们的三奈三的这个 我们的这两款耳机都给我们带来很神奇的感觉 而且你知道很多声音确实是需要一个好的音质 包括降噪功能啊 包括给我们带入另外一个情境 它的低频啊 这个 去传到我们的耳朵 传到耳朵让你听到那么细致的 对 是 非常非常的棒啊 我觉得其实 当然根据这个整个的这个三个题的判断来看啊 其实杨阳自己有非常敏锐的判断力 以及啊 这个在声音方向的想象力 非常非常棒啊 这样 呃 今天呢 这个三个游戏都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待会儿呢 就要把我们这份礼物啊 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 我就不拿了 我们总共有五份礼物 就是我们的 呃 我们他们真无线的三代耳机 和我们他们四无线耳机 两款我们是以盲盒的方式 然后每一个耳机上都会有杨阳的亲笔签名 看看大家 谁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要开始抽取我们五位的幸运观众 跟大家提醒一下 正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朋友们 一定要点击分享活动 参与抽奖 按钮后即可参与活动 可以获得有杨阳亲笔签名的 MOMOTOM系列的耳机一副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抽取五位幸运观众 呃 跟大家讲一下啊 系统会自动弹出对话框通知你是否中奖了 所以中奖的观众 一定要记得联系我们客服提供地址来对象 要不然礼物收不到 对不对 说实话啊 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呃 我们看送了很多礼物 也分享了剧组的生活 也感受到了我们MOMOTOM系列的耳机 它的一些特点 以及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感觉 呃 同时呢 我们今天也要给杨阳送一份礼物 好不好 不能让你这个是吧 给我送礼物 空手耳闺 来猜猜是什么 新款的耳机吗 啊 还好你没有猜汉堡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送上刚刚上市以太空为主题的灵感太空灰CX500BT真无线耳机 嗯 哇哦 这个 新款 对 全语肉手发啊 哇哦 刚刚刚上市的送给你一个 你要是那个 哎能再再 我 嗯 哈哈哈 好的 回头不再管他们要吧 好不好 好的 那么今天的长阳绿豆灵感发生的活动呢 就要接近尾声了 特别感谢杨阳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分享 嗯 其实就像杨阳一样啊 一直为塑造角色而努力前行 那森尔赛尔呢 每分每秒也都在为塑造更好的声音 能够让用户听见不同而努力前行 我们和杨阳一起邀请每一位观众朋友 能够和我们一样啊 分享音乐的声音 分享不同的声音 听见不同在灵感的路上 我们无拘无束勇敢自由的前行 嗯 好吧 谢谢杨阳 那在这个离开现场之前 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今天特别开心 然后我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嗯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啊 在这里跟大家最后的分享一下 我们双十一期间呢 森海塞尔依旧会有更多的惊喜 带给大家关注 森海塞尔天猫官方旗舰店 更多卓越的声音体验 与海量的信息活动啊 一手得到 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店铺来探索 有更多双十一店铺的专属礼遇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我们拜拜了 拜拜 拜拜